这冰场是今年的12月23号开放的 最实际开放是5万5千平方米 咱们分为收费区和免费区 咱们现在占这个位置是惠民华冰区 市民可以自带冰鞋进入这里边 这里边是完全免费的 然后咱的收费区它是根据工程划分 还有华冰区 冰说区 还有教学区 然后也是为了满足不同市民的需求 它这外边有一个提示盘是限流约260人 然后我们根据天气情况和冰后的情况 然后适时调整人员 然后也是为了保证进入该区域的人员上冰安全 然后咱们收费区那块应该能容纳最多的是1000人 然后水务部门我们每天都有安排的专门的巡查人员 对冰场的运营情况进行监管 重点关注的就是冰后的情况 然后每天也会监测这个冰后 然后要求冰场每天对冰面进行交冰洗冰 然后如果发现冰面的冰出动 然后及时的提示时间填补 他们这边的救援物资包括救援人员也齐备 然后保证咱们合乎的大众冰场安全有序 知道视频有趣有料的新闻短视频